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题呢 各位可以发现 它写一个比较难 也就是它稍微复杂一点点 那首先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个 诶 同学 聊完了吗 换听我讲一下吧 来有没有 这个它有这个码 对不对 第几码 第几码 dash 多少 所以呢 这个在哪里呢 你看哦 编号里面 那你会说这一题这么复杂 柱专 领主 是不是发现有很多 要一次做这么多个表 四个嘛 所以这边会用到一个技巧 四个表同时一起做 但是这四个表又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这个四十列 零主呢 哇天哪竟然不一样 一百零一列 好这个 六十五列 二十二列 所以都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 所以有一些小技巧 首先我们要先来看 你要用 我们上次有讲这个VDUGAR 还有呢 这个MID的函式呢 就是你要去查出 这个字串里面 抓出第几个字出来 从第几个抓到第几个 当然有left啊 right啊 全部都是 都是类似这个MID的函式 那这里呢 所以 首先啊 我们要做的时候呢 因为四个表格 这个全部都一模一样 除了列的 列的那个多寡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把这四个一起做 怎么四个一起做呢 Shift按着 把这四个全部都选起来 他红色的哦 现在变成粉红 Shift的选起来的 好接着呢 他是不是要透过 编号去找单位嘛 那编号里面 单位在哪里 是不是 升级的是这一个 第一码是升级 第三四码是单位 什么三四五是单位 所以呢 要找 我们要找出的是 第三到第五码 那再透过呢 这里面有一个叫单位的表 去把它抓出来 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先从单位去抓嘛 好单位去抓 他告诉我们 看一下你们的讲义 上面是不是 第一个是MID MID是从前面这个智川去抓出那个108 有没有 微船起始值到某一个值的长度嘛 所以呢 你就把它刮起来 好 第一个智川是在哪里 在这里嘛 那因为呢 待会各位 旁边这个都是类似的 所以 要做一件事 这个既然是类似的呢 你就让他把 绝对位置呢 变成是直的固定的 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按绝对位置是什么按 F4嘛 F4 对不对 这样是指固定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如果我继续按 这样是固定什么 固定这个3嘛 对不对 那如果再继续按呢 这就固定这A这一栏哦 所以他跳的时候是不是只有跳 A是固定的 对不对 会往下跳 为什么呢 待会我们要复制到这边来 就很容易了 边边还有嘛 你看这个主别这边这边还有 主别升等 这都一样的啊 为了我们等一下方便 快速的做 所以呢要这样做 那接着呢 第几个字 是不是从第三个开始 从第三个开始 还有抓几个字 有没有 number character 抓三个字出来 再把它刮起来 这时候呢 你可以按打勾看看 诶 对了嘛 是不是抓出108了 我们就要108嘛 这个是单位嘛 单位就是要108 那这样还不够啊 你只抓出这一个108 还要去比对嘛 比对这108到底也是什么东西嘛 我们上次 那个 讲那个第一大列的时候 是不是有讲过那个VLUGA 所以这前面呢 就再加一个VLUGA 好在这个VLUGA里面呢 接着 要找的值嘛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来源在哪里 那这个来源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单位里面 那这个单位里面 你会说要怎么用 你看 我直接点单位进来 是不是这边有一大堆 但是他其实已经有设定好 这一格其实他就叫做单位 为什么呢 我知道呢 你看 有没有发现 他为什么就叫单位 因为他已经先设好了 这个在 在202的时候就会讲到 可以把整个格子叫做一个名称 好设好以后 再回来这 接着 糟糕 位置掉 跑掉了 他的是 有没有发现 位置跑掉吗 好没关系 你看哦 接着我再继续 好 接着后面还记得他要打什么 是不是你要第几栏 对不对 这边的单位里面 我要 找这个数字嘛 找完以后呢 我是不是要找出来 第二个 第二个栏位回传嘛 把第二个栏位回传回来 所以 把2打进去 第二栏 对不对 这不能加加那个 就会错误 这不能加单位 这边呢 只是直接把第二栏输出 再来呢 完全符合还是大大约符合吗 完全符合 再把括号刮起来 好接着勾勾勾一下 拿大一点 可以这样有错 注专 哦 这个是单位 你看 表示我刚刚这个范围是不是选错 你看 这个范围是在哪里 单位里面 我上拉 把它选起来 好 勾起来 就对了 所以 你会说 警告老师我怎么知道 那个已经有设好了 你仔细看哦 这里 示范一下 你有发现吗 我把它选起来以后 它都自动会出现一个叫做烤鸡的等级 这个呢 考评的等级 它都已经帮你设好了 这个呢 就叫做单位 这个呢 就叫做主 所以直接把它打进去呢 它是对的 也是可以的 好接着 刚刚我们这边如果 只设一个 刚刚我们这边做了 如果你没有把它全部选起来 它只会做一个哦 我们被建成做四次嘛 所以我刚刚这一格 对不对 我们再把它剪下来 为什么要剪下来呢 因为啊 我要四个同时做 因为它看起来 刚刚已经跳掉了 所以 第一格 贴上去 好接下来这一个 那这一个呢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公式 去调整什么 你看 Ctrl加V 好这时候 主别呢 看各位的讲义里面的 第七码是主别嘛 你看讲义上面是不是有写 所以你这里面 是不是要找出第七码来 所以这里 从第七码开始 它有几个 是不是要只要一个 第七码就有一个嘛 各位知道我说什么吗 讲义上面 讲义上面 看一下讲义 第七码只有一个嘛 主别 接着呢这里呢 是不是就变成主别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先看了哦 它整个区块 也就把它设定名称了 所以这个 直接把它改成主别 如果你字标打错的话 如果你字标打错的话 把第二码有没有 抓出来嘛 刚刚有发现吗 都两码的 好你就按一个勾勾 我们发现就对了 而且是四个一起做的哦 再来这升等 我再把刚刚的公司再贴上去 这样你就发现一件事了 为什么这个A要等一下要 这个要固定 等一下往下复制哦 复制的时候 是要三个一起复制哦 就是三个一起复制 就是两个一起 这一个一起 连在一起都可以一起复制 好 所以这里呢 各位要怎么取 升等是第几来 升等是不是第一码 对不对 所以第一码呢 是不是从这边 抓第一个 再来呢 只抓几个 一个 后面呢 就叫什么 升等 再勾勾勾勾起来 难道不是吗 来看一下 因为跳过来 他这个就会 怕会跳掉 升等代号 好 刚刚的这一格 所以呢 他会从A里面呢 去抓D一个 抓一个 还有呢 升等里面 比对 这个升等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小技巧 各位看我们的题目啊 你会发现 升等的栏位还告诉你说 要用Value 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呢 是文字的3 跟数字的3 是抓不到的 对应不到 所以呢 你就要把这个文字的3呢 用Value这个函数呢 函数呢 把它变成数字的3 也就是我们刚刚从字串里面 把它抓出来 它是什么 是文字 它不会自动变成数字 所以呢 就需要在这里 再加一个Value 再加一个Value 这时候它就会变成数字 那因为呢 在这升等里面 他用的是数字 没有这样变呢 你会发现 他就错了 刚刚是不是找不出来 再按勾勾 是不是他就找到了 所以我才说 这边呢 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好接着 这一个好了以后 我们刚刚讲的填补空点 好 两个一起填补空点 但是呢 各位 如果你这样用呢 其他的会发生什么事 其他的没有 没有动啊 有没有 只到这里而已啊 为什么 因为他的蓝位不到嘛 蓝位是不是不一样 蓝位不一样 各位知道我说什么吗 你可以第一个一起做 但是填补空点的时候不行 为什么呢 后面这边多出来 因为他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呢 这边Ctrl加Z 你这边呢 变成要一个一个来 例如说这个 我就这个一个一个来 两个一起 那这个呢 再一个一个来 为什么呢 蓝位数不一样 他会超过或是多出来 再把这边 但是他第一个已经都把你做好了 多按了几下 滑鼠要多按几下 好最后一个 有没有这个只有22个而已嘛 是不是 再把他选起来填补空点 那再来这边边的 好等一下再继续 我们马上来看 这里呢 一样这四个呢 都一起的 把四个都选起来 好四个一起做 我们来做第一个嘛 来这里的第一个呢 他说 请用Average 有没有来计算 9192跟总考评的平均成绩 平均成绩都要去除对不对 除以3就好了嘛 或是用Average就好了 所以这里呢 你就把它打进去 第一个 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先算出来 这个对应的 123嘛 对应的嘛 他对应的用什么 刚刚这个用过了 用什么 V2G 在这边 好 要找出哪一个 是不是要找这一个 找这个值出来嘛 好 再来呢 他的位置呢 还记得刚刚那个叫什么 烤鸡等级 对不对 一个是烤鸡嘛 一个是烤平等级嘛 好 再来抓出第几个栏位 第二个栏位 再来是 完全符合 再刮起来 那你看我们现在抓出第一个 这第一个呢 第二个怎么抓 是不是一样 所以就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起来以后 加号 把什么改掉 把这个F3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就好了 sorry 太快了 好再一次 没关系 贴上 好 第一个是F3 再来加上去 VLUGA里面的这一个 这个值是多少 FG嘛 对不对 G3 改成G3 这里呢 一样是 烤鸡的等级嘛 还有一个烤平的等级嘛 好 再加一个对不对 总共三个嘛 再贴上去 好 这个是什么 H H3 这里呢 烤平等级 好 我们把这三个都对应值都抓出来 他自动会抓出来 对不对 接着我们来看对应值 是不是对的 现在你打勾 哎 有吗 是不是真的是算出成绩了 再来呢 再加上去Average就好了 是不是他要我们用公式去算 他说请你再用Average 外面再加一个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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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刚用加号是错 所以我刚刚用加号是错的 因为呢 他会把三个加起来不会去平均 你如果用逗号 他就Average就会把三个 有没有 做一个平均的动作嘛 再打勾 是不是他就会有一个平均值出来 那这样你就知道 各位知道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你看哦 我们刚刚有先讲的哦 这里 要去把对应值找出来 对应的分数找出来嘛 假设你今天得到的是A 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几分 这边有一个对应的分数 好这时候 这边我们做的这四个里面啊 你有发现一件事 他是不是又群组都不见了 四个都分开了 群组起来 是不是会变成都粉红色 按Shift 是不是就会把四个都群组起来 所以接着这个比式还有嘛 是不是还有一个 一个是类似的嘛 这边还有一个比式成绩嘛 就把这一格也一起 所以这一格呢 是不是等号 来看一下各位的题目 比式成绩等于 共同分数乘以0.3 什么哦 乘以0.3加 比式专业分数乘以0.7 所以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 乘以 加上这一个 加上这一个 这个吗 很简单 跟刚刚那个相对比起来 太简单了 这样这个就算了 那这个呢 填补空点的时候 还要记得一件事哦 是不是要先把这个群组先取消 才可以填补空点 那 再来 这一个 因为这个也是很接近的 合计就是 它用很简单的来算 所以我就一起把它讲 名次 待会再讲 你看再往下 合计有没有 是考核分数乘以0.6 再加上这个 再用run而已嘛 所以run呢 直接把它加上去 所以这一个等号 第一个呢 考核分数 是不是这一个 好 乘以0.6 好 再加上 比试分数 乘以0.4 最后呢 他 请我们呢 用那个run的函数 就是45度 先把括号刮起来 run的函数 去 小数点 第一位 所以呢 加一个逗号 第一位 这样就取第一位了 少一个括号 好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最后一小题 他说要用dk-eq 来算名次 好 所以在这一个里面 打进去 好 再来呢 number是不是指这一个 接着reference 也就是他的范围在哪里 那范围是不是指这一个 一直往下 全部都是嘛 所以你就把这一个 从下面往下 往上套 他这边好像被盖住了 好 从这边往上 是一样的 到这一个 还有呢 他是什么 绝对位置嘛 因为这个范围不会变嘛 我们要从这边去比对嘛 比对看他是第几个 所以按M4 再把它刮后刮起来 勾勾 好 他是第一名 那再来呢 我们当然是不是要把这个 这个先算完 对不对 像这个都可以直接复制哦 但是要复制之前 还记得一件事吗 先把群组解开 所以按一下随便一个 把群组解开以后呢 是不是大家自动就算出来 再把这一个填补空点 填补空点 填补空点 就是填补空点 有没有 这样就好了 还有画面给你 为什么做偷懒呢 四个一起做嘛 四个一起做 但是呢 每一个的列数不一样 这到四十 这个领主到哪里 领主到 一百零一嘛 办事员呢 到六十五嘛 助理员呢 到二十二嘛 所以他一定会错嘛 因为他的绝对位置 我们都给他设 绝对位置 但是绝对位置的范围是不一样 所以你要把这个名次呢 绝对位置是对的嘛 到四十嘛 是不是总共四十个 到四十嘛 好 第二个领主呢 他的位置到哪里 一百零一嘛 所以后面这边都变这样 所以你就要把这边改成 第一格改成到M一百零一嘛 改成一百零一 接着呢 再把这个填补空点 是不是就对了 就插在这里而已 因为我刚偷懒嘛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一样 这个总共到哪里 到六十五 所以要把第一个 改成M六十五 好再填补空点 就对了 好最后一个 电脑还是没那么聪明 到二十二 填补空点 这样就对了